就是巴黎协定来说呢 中美的第一个联合声明 解决了利马会的问题 为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联合声明 实际上就解决了巴黎协定里的 所涉及到的问题 几乎是都在我们第二个联合声明里都找到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做了欧盟 做了这个基础四国 就是印度巴西南非的工作 最后呢大家都形成了共识 巴黎协定最后就产生了达成了 达成之后 中美发了第三个联合声明 签署了一下子就160多个国家都签署了 这就离达成就是 很有引领性 生效就有作用了 我参加了十三次 十四次了这个帝国大会 都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 没有一次会不脱会的 每次会到最后脱堂的时候 联合国秘书长大会主席 还有公约的职闭都找中国代表团 能不能你们给出个主意看看怎么办 也就是什么呢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开放的 和所有的国家我们都有非常畅通的对话的 这个交流的机制 要把各方的最极端的意见 去做极端意见的工作 让大家往中间靠 这个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中庸之道 就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 这是中国的文化